当然台湾人都在看杨淑军背叛失格这个事件 关键点就在于说他使用的旧款电子袜的感应贴片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呢 世台蒙秘书长梁振席在之前就说 在领队会议当中其实就已经告知所有的代表队 但是亚运跆拳赛事管理主任叫做曹涛 他说其实领队会议当中并没有提及要禁用贴片 而且他也亲口证实说这个会里面只要求各队要遵守赛制的规则 没有规范旧款的贴片是不是是违规的 因此现在提委会主委戴晓琳就说了 梁振席谎言真的是不攻自破